其实有人问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也来回答 就是牧师我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是什么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牧师你可以帮我判断一下 这个梦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 或是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觉得有一个念头 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谁会生病或者有什么不好的事 牧师知道是从魔鬼来还是从神来的 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是梦到或看到或感受到 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重点不是去判断从谁来的 因为是这样子 神总是希望你有好事发生 所以如果神告诉你有坏事发生 神是在告诉你魔鬼想要让你生病 魔鬼想要让不好的事发生 或者是魔鬼 梦是从魔鬼来的 魔鬼告诉你他想要让你生病 魔鬼告诉你他想要让不好的事发生 不一样 神告诉你魔鬼说 跟魔鬼直接告诉你有什么差别 总而言之就是遇到不好的 梦到或看到或领受到不好 就把它打掉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判断是 是从神来或是从魔鬼 反正不好就把它打掉 就对了 如果梦到出车祸 管他是魔鬼要让你出车祸 还是神告诉你说 可能魔鬼想要让你出车祸 奉我会说明抵挡就是不会出车祸 奉我会说明抵挡就是不会出车祸 奉我会说明抵挡这些不好的事 归到十字架上面 我抵挡我除掉 我会健康我会平安 就是这样 OK 所以无论如何任何的苦难 你都可以求神拿走 但是我们继续求 我们宣告 有些时候真的 极少数像是保罗的那个刺 神会说为了我的缘故 保罗的刺不是疾病 保罗的刺是撒旦的差异攻击他 什么是撒旦的差异攻击他 就是那些人一直栽赃保罗 然后透过犹太人 然后打他用石头丢他什么 那叫做撒旦差异攻击他 他曾经跟神求三次拿走这一切 可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那好 这就从三种苦嘛 对不对 自讨苦池 大家千万不要自讨苦池 要有智慧 第二 撒旦的攻击 我就抵挡 第三种 造成旨意受苦 就是第二种或第一种被升华成造成旨意受苦 那没关系啊 我就抵挡嘛 我就除掉嘛 保罗是不是也求了三次 后来神说没有 为了我受 那就受啊 但是我跟你讲 你放心 那种什么身手益处 那种严重的重病 或什么那种 绝对不是从神来的 然后所以啊 你还是尽量为你的配偶 为你的孩子 为你的父母 为你的家人祷告 不好就打掉 不好就除掉 奉行归给十字架 归到十字架上 然后奉行断开除掉 然后抹油祷告 领圣餐 然后宣告正面的 然后抵挡那一切 奉行就是你抵挡这个 然后你就会 今天一个美好的祝福 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